今天跟大家介紹全新的佛山新冒 大家可以看到新舊交融 以往佛山是一個非常歷史悠久 據現在佛山已經是四千多五千年都有人居住 現在我們看到佛山新的板塊 看到嶺南明珠體育館 建築物非常獨特和創新 展現了佛山港佛同盛之下 一個新的常態展現大家的面前 佛山的文化傳統就出了很多叫做老林高手 佛山是一個有動有靜的地方 整個佛山已經展現了一個叫做新的容貌 在大家面前 眼前來看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世紀年的體育館 亦都是舉辦了大型的活動 我們看到一個盒子的方 這個是大劇院 大劇院後面 亦都有展覽中心 亦都有 圖書館 看到整個佛山新城的外貌 是一個新城市的總體規劃 眼前看到就是大劇院 展現在我們面前 東平水道橫跨了我們叫做新舊城的分界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左手段就是劍城的 右手段就是佛山新城 完全是兩種展現的方式 你看到就是世紀年體育館正前方 亦都有幻彩的燈光 節日的時候 可以大家一起可以慶祝的 大劇院來講 亦都是配合 配合了整個 節日氣氛 亦都是大時大節的時候 可以展現了整個 佛山新城的生命令 前方是五重塔 是在舊市區 蟬城區 亦都是新舊交融 能夠領治到佛山 化能夠多姿多彩 大家可以看到佛山最中心的地方 就是金融高新區 千燈湖板塊 圍著千燈湖水道兩旁 就是格級的社資樓 互相歸影 在大時大節的時候 幻彩千燈湖 我們看到 就是富力 富力有兩棟大廈 叫做富力國際金融中心 下面來講 亦都有 華雅金融中心 匯豐銀行總部 都在這個位置 有這個是保里水城 商業 包括公司 保里洲際酒店 都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 這麼有活力的城市 是不是很想參與呢 2018年的時候 行下發展 率先 和投資者 已經闖入佛山市中心 增持一些優質的 稀有的資源 疫情之下 不能停步 佛山的GDP 已經在整個大灣區 最高增長 如果大家想參與 這個城市發展的話 請重速聯絡我們